吉隆坡逊37岁庄群师11月28日在拍戏时因脑动脉流破裂促事,噩耗传出后震惊各界。 家属从29日开始在老家家央社林,近日陆陆续续有许多圈内人北上吊艳,包括主播庄文杰、张顺元、李浩昌Jonathan、事后林一婷等好友。 新闻主播庄文杰前往灵堂拜祭时,也重臨今年3月与庄群师在海边的合影地点,景色依然美丽,可好友已不在,让他不舍得表示,半年多前,拍完外景送你回家,今天晚上,到家里见最后一面。 他慰问庄群师妈妈时,庄妈妈终于展出笑容,他向好友报告说,叔叔说你妈咪哭了两天,今晚开始会笑了,应该是看我尝得很好笑吧。 另一张则是拥着庄群师爸爸的合照,我也有帮你交代爸爸可以晒晒早晨的太阳,强筋见骨。 一日,庄文杰在发文表示,感谢老天帮我们安排了一个迟到的缘分,让我从听你唱歌长大,到今年可以跟你一起合唱贺岁歌,去玻璃市拍脚踏实地,深度地认识孕育你的土地,也跟家人亲戚有更深厚的连结。 幸好,我来得及用镜头记录下你最高光,最美的瞬间,值得一辈子回味这趟属于你的脚踏实地。 他还TO出拍摄节目时的合照,人间这一回,我们相见恨晚,但你留给我的,绝对是超越时空能够累积的能量。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笑容,你的自在,还有你如对比色一样的鲜艳人生。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外头。